雖然是一起做音樂 但其實並沒有很了解對方 你知道嗎 完全是處於誤會的狀態 就進入 誤會 你好 我是S的田育慈 又來到了我們這個 音樂不累的線上訪問 今天的這個 音樂不累的線上訪問 很特別 很不一樣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我們今天這集請到 邀請到的這個嘉賓 是來自中國內地藏族的 男歌手組合 我們有ANU 歡迎 大家好 我是ANU 今天非常開心 可以跟你們 就是你知道聊天啊 進行我們的這個線上訪問的 一些小遊戲 說出對方最喜歡的食物是什麼 嗯 土豆 耶 那巴雅呢 嗯 喜歡吃什麼 你看 真的 怎麼辦 我喜歡吃什麼 他不挑食的我覺得 OK 他心情不好的時候會做什麼呢 心情不好的時候可能會寫作吧 老公可能會寫作吧 那你覺得巴雅呢 嗯 喜歡大人 開玩笑 哈哈哈哈 真的嗎 哇 比較暴力一點 有沒有最欣賞的女藝人是誰 就女歌手啦 女歌手 啊我比較欣賞 是要說對方的還是說自己的 對說對方的說對方的 你們要了解對方嗎 對方的我 美安娜 我是 哈哈 剛剛已經說了 哈哈哈哈 哈哈 我這是作弊是嗎 是不是 對 那你覺得呢 對 我不清楚欸 這個 它是很 它比較隱密 它是偷偷的喜歡的 偷偷的自己喜歡的 哦 不告訴別人 然後自己很喜歡的 好我們剛剛就已經完成這個默契大考驗 很明顯的看得出大家其實 雖然是一起做音樂 但其實並沒有很了解對方 哈哈哈哈 好啦今天非常開心能夠邀請到 AMU來到我們的這個線上訪問 可以跟你們聊一聊你們的音樂作品 來就是讓這個朋友們更了解我們的AMU OK 那其實我想要聊聊你們的團名 你們的團名的由來是怎麼會取AMU這個意思 因為我知道 其實這藏族的意思是少年的意思 對吧 那可不可以聊聊這個團名 當時是什麼情況之下會取了這個名字呢 這個名字有兩個意思 一個就是其實我們從小一起長大 就小時候就喜歡一起玩一起做一些東西 對 然後後來想個未來也好 當下也好 希望我們的音樂也好 我們的人生態度 希望是少年的一個年輕的狀態 初心 對 那當初是一個什麼樣的這個 因緣氣會之下會進入了歌手這個行業呢 完全是處於誤會的狀態 誤會 所以其實我們小時候就應該就跟音樂有很大的一個緣分 好 那我們聊聊這首歌曲 你們在2019年的時候其實也發行了這首叫 輸過沒哭過這首歌對不對 那其實我知道這首歌曲其實是 源自於你們真實故事裡面的一句話 然後也是一首講述這個堅持夢想 也是你們說同時獻給所有父親的一首歌 那對於那些正在追求夢想的人 你們會給他們一些什麼樣的建議呢 其實對於我們倆也好 對於整個藏語流行音樂其實對比較重要的一個一首歌 真的是 因為我們倆其實很多歌裡面是有正能量的方向是比較重的 但是這首歌並不是像其他歌不是教育別人的一種狀態 而是講述自己故事 讓在故事裡面能感受到這種力量的一首歌 像我們的父輩像父親 他們不會跟我們說我們怎麼怎麼厲害 你們要加油 而是他們用行動他們用汗水告訴我們可以輸但不能哭 作為過了人要給年輕的人說輸了可以哭 但是一定要站起來 好那你們其實有一首歌叫Summer Dreams 我對這首歌曲其實印象很深刻 因為它其實是一首我覺得很Chill的歌 感覺好像去度假的時候也很適合聽 那當初在創作這首歌的時候 其實你是想要傳達一種什麼樣的感覺 其實這首歌真的是一個夏天的感覺 我們當時寫的時候也是一個夏天 它夏天這首歌就沒有那麼大的包袱吧 它沒有承載那麼多的內容 它其實是個很輕鬆 你可以在睡覺的時候聽 你可以開車的時候聽 你可以度假的時候聽 就是給你一種輕鬆的狀態 就是夏天一個朦朧的一個雨季的那種狀態 然後我知道其實你們有很多歌曲都是以電音為主的嘛 其實當初為什麼會想要以這樣子的一個音樂類型來呈現 表達你們的音樂作品呢?或者是說為什麼當初會選擇電音呢? 為什麼? 對,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其實音樂有很多風格吧 為什麼會偏偏選擇電音呢? 其實我那時候剛開始做Fly的時候 就可能是一種嘗試的一種狀態 然後發現它跟我們就是造民族的元素是很很很融合 結合的很好的音樂方式 對,所以後期就覺得這種方向和這種風格可能是更適合我們 可能更需要去堅持的一種風格 那我知道你們這次也推出了這首新歌叫一路九歌 然後這首也是一首就是好像可以帶來一種好像在你的公路上穿行的一種感覺嘛 所以聽起來就感覺是一種很Free 也是一首很自由的歌 OK 那這首歌的靈感其實是來自於哪裡呢? 當初為什麼會寫下這首歌呢? 這首歌也是特別適合在車上放 而且你自駕駛車到青藏高原去旅遊公路歌一定會有感觸 因為我們這首歌的靈感就來源於我們一路從這裡穿行到西藏的西面阿里的一個旅途中我們寫 就是一路的一個旅程你在周邊會發現很多你意想不到的東西 你的不僅僅是你的目的地 但是更重要是你的過程 遺早的一些美景或者說一些事情 那接下來其實有什麼樣的發展計劃嗎? 接下來我們正在籌備兩張Mini專輯吧EP專輯 那預計會在什麼時候推出? 差不多年底吧 年底的時候會推出這張EP 哪一年是年底?今年年底? 今年年底?明年年底還有一點久 今年年底OKOK 我們就很早期待一下NNU的最新的EP 那來到節目的尾聲 其實我有一個小小的要求 就是我也是想要學習一下那個藏語 所以你可不可以教我幾句藏語? 其實藏區有一個特別常用的一句話叫 Jashi Dele Jashi Dele 這個手勢 是什麼?你好的意思 一強如意你好就打招呼的時候就 Jashi Dele 是這樣的 還有一個更好學的是什麼? Kamsa Kamsa是什麼? Hello你好就是這個意思 Kamsa Kamsa 我下次如果有機會到西藏的話 我是不是也可以用這個語可以通了嗎? 完全可以通了 你比如說見到一個藏著人 你就說Kamsa 好謝謝我們的ANU 接著下來要把時間交給你們 我希望通過這個音樂blade 可以讓更多的朋友聽到我們ANU的音樂作品 接著下來希望ANU可以為我們帶來一首歌曲 把時間交給你們 好 好 如果是用的 如果是用的 我看見我 要的 所以我看見我 還有我的 我看訪 我看著你 我看見你 我看見你 你 有點 我看見我 我看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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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 frankly meto做事 我 我真的對我來說 我確讀你 我真的對我來說 我只有你 我就是對我來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